昨天咱们已经将Mac Plotlib的基础知识讲完了 那咱们现在呢就 现在咱们就进入代码当中 杭州1807 Theta Analysis Mac Plotlib SoftPol 打开咱们的Mac Plotlib 咱们往下看一下它的风格和样式 画图这块知识呢也是比较琐碎的 比如在设置风格和样式的时候 有颜色 线形 点形等等是吧 那咱们就设置一下吧 比如说对于颜色而言是吧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讲解 咱们就导一下包 那就是Import 90SMP 咱们画图工具导进来 Pi Plot as PLT 给它一个魔法指令 来一个引蜡 现在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看一下颜色 咱们就使用Color 就给它复制就可以了 之前的时候咱们给它的 合法的HTML颜色名 你比如说Red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给一个Blue 可以给一个Mac 这个是阳红色 白色是Y 现在咱们就创建一个数据吧 X就等于NP点LineSpace 小括号 从0开始到2倍的NP点Pi 我们给它50个 X就有了 现在的话咱们就画一个图 Plt.Cloud X放进去 NP点S 咱们来一个正悬波 默认情况下 它会给我们一个蓝色 颜色咱们可以调整Color 咱们可以给一个Red 那就变红了 我们也可以给红色的缩写叫R 大家看它也可以变红 看到了吧 可以使用别名 也可以使用Color 常见的别名是吧 就这几个 常见的别名就这几个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咱们是不是还有颜色 英语当中紫色是什么呀 Pur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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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直讲一下 这时候这条线就变成紫色了 你再说一种英语的颜色 Orange O-R-A-N-J-E 直讲一下 O-R-A-N 少一个N 是吧 直讲一下 大家看这个就是黄色 所以说基本上常用的这个英语的 这个颜色在这都可以使用 好 这个是别名和合法的HT名名 咱们的HT名 咱们给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给标准的 十六进制的这么一个数据 那你看 假如说我来一个警号 D-E-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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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进制是不是得使用OX来表示呀 你看我执行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多少啊 我看一下不太对啊 这么大的一个数是吧 我看看两个两个 咱们是OX是吧 不小心我给写上 十六进制是零X是吧 执行一下啊 十六进制该怎么表示呀这是 是这样表示吗 来咱们来一个F啊 你看零XF是多少啊 是不是十五呀 就这个就是十六进制是吧 那我们 你看来一个A呢 A就是十对不对呀 看了A就是十啊 那咱们如果要是来一个零FF呢 执行一下 看这个是不是二百五十五呀 看了这个是二百五十五啊 所以说这个 它如果要是使用十六进制表示的话 是吧 它是两位表示红色 再来两位表示绿色 再来两位表示蓝色 十六进制的意思就是每隔两 隔两位算一个数 隔两位算一个数 你想用十六进制表示最小的是零零 是不是啊 最大的是多少 因为它只有两位嘛 零X FF 你想这个是不是最大的 我们颜色 范围是不是就是零到二百五十五 所以说咱们就可以使用这种十六进制表示 是吧 来表示零到二百五十五之间的一个颜色 那咱们现在就给它一个颜色吧 那就是P LT 小框 记住啊 咱们刚才写了三个是吧 你看 零XFF 再来一个FF 再来一个FF 这个数呢 大家看它就是这么大啊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数传给颜色 它会给我们分开 你看它会给我们分开 就是说两个是一组 两个是一组 那咱们现在就绘制一个X 绘制一个NP.SanX 然后呢 我们给一个Color 咱们让Color呢 就等于单一号 在这个地方就得使用景号来代替了 在HTML当中 它表示颜色也是用景号 咱们来一个EEE FF FF 直行一下 看它是什么颜色 大家看它呢 就是这个颜色 那咱们给一个大红色吧 大红色怎么表示啊 FF 00000 他不是红绿蓝吗 多了一个零 直行一下 大家看这个就是大红色 咱们呢 让红和绿 如果红和绿要组成一个颜色 你说它是什么颜色呀 黄色 看到了吧 红和绿是黄色啊 那咱们红绿黄呢 这个红绿蓝呢 直行一下 白色 看到了吧 红绿蓝 完全的 一比一的比例组成 就是一个白色 如果我们来一个00 0000 这个呢 纯黑色 所以说 想组成什么样的颜色 咱们给它直就可以了啊 那咱们在画图的时候呢 在给它颜色的时候 咱们可以 PLT.plot X放进去 NP.sinX放进去 颜色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缩写 叫C C呢 你比如说咱们给一个 Blue BLUE 直选一下 当然这个就是蓝色 咱们这个颜色呢 除了可以给16进制 咱们还可以给 0到1之间的一个数 那0到1之间的数呢 就也表示颜色的一个比例 现在的话 咱们插入一行 我们就给一个数据啊 PLT.plot 小括 X放进去 NP.sinX放进去 给它一个颜色 C 就等于NP.random 咱们调用Rand的方法 Rand的方法 它生成的数 是不是就是0到1之间的一个数呀 你看 就是0到1之间的一个数 这就是Rand 那咱们现在就给一个Rand吧 给它三个 你看我执行一下 这次是不是生成这么一个颜色呀 我再一次执行 换颜色了 再一次执行又换了 你看这每一次和每一次 是不是就都不一样了呀 因为这三个 0到1之间的数 它是随机生成的 咱们的图片是吧 有JPG 有PNG JPG的图片是0到255 PNG的图片呢 是0到1之间的一个范围 这是咱们颜色的一个设置 接下来咱们看透明度 透明度呢 就是Alpha plot 小括号 X挂进去 NP.sinX 然后我们给一个Alpha ALPH A 让它散于0.2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能够看到一条线 若引若线的就出来了 好咱们接下来再看背景色 背景色其实我们设置过了 那咱们就Prt.sab plot 小框 在这个当中呢 一行一列第一个 给它一个face color Face color 我们给一个绿色吧 J21 接收一下它 sab plot是指示图的 那么它就会返回一个指示图 现在咱们向这个指示图当中进行绘制 XNP.sinX 颜色给它一下 color 我们现在呢 给一个红色 RED 指定一下 这个就是设置背景颜色 坐标轴的背景颜色 好 那么就通过这种方法 face color就是面的意思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线形 在画的时候呢 杠呢 一个杠代表实现 两个杠拖着线 杠底代表点画线 冒号虚线 Stive代表阶梯线 现在咱们试一下 那就是Trt.plot Trot小框号 X放进去 NP.sinX放进去 这个线形呢 叫line style RNE STY L1 咱们现在给它一个杠杠 大家看这个是波特线 我如果要给一个杠底儿 实现一下 这个就是点画线 咱们现在给一个冒号 那就是虚线 如果要给一个spex呢 S T E P S 看一下这个叫阶梯线 阶梯线呢 就长这个样 以后我们想画成什么样的这个线形 是吧 通过这个参数去调整就行了 复制一下这个代码 Ctrl C Ctrl V 线形呢 它有缩写 我们可以来一个LS 指引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color是C 线形的话是LS 这都有相应的缩写 那有同学说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是一个的tab 点开加号里边都有说明 看我往下走啊 往下走 你看这个它对于参数的说明是吧 咱们找件 比如说我们找件LINE 你看咱们找件LINE Style 在这咱们就能够看到 看到了吧 这可以使用LINE Style 或者说LS 是不是 下边这个是线宽 LINE Y 咱们可以使用LW 那还有哪些 你看color 是不是可以使用C啊 其他的都没有啊 所以说这个 你忘不掉 你Shift the tab就 线宽 咱们也设置一下来 处置一下上面的代码 Ctrl V 线宽的话 咱们就给一个LW吧 我们给一个2啊 执行一下 2的话 没看起来 没看出来变粗 咱们给一个5 执行一下 现在这条线 是不是就变粗了呀 所以就通过这个参数来调整啊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啊 咱们使用Dash这个属性 我们设置一下 这个不同宽度的一个扩折线 如咱们的图所示 大家就能够看到啊 你看我在绘制的时候是吧 先来画了一个底 然后空格 再来一个实现 再来一个空格 再来一个底 咱们就可以给它不同样式的 一个扩折线 那咱们就绘制一下吧 Ctrl V 在绘制的时候呢 这个用到的参数叫Dash 叫Dash S H E S Dash这个英语单词就有扩折线的意思 叫Dash 那咱们现在就给它一个吧 Dash 我们给一个1 然后再给一个2 这个就是间距 然后再给一个5 这个就是线长 再给一个间距3 然后呢 再给一个2 这就是线宽 然后再给一个5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咱现在就能够发现 你看 第一个是不是很很短 很小呀 然后间距是2 接下来是5 5是线宽 接下来是间距3 接下来是2 接下来这个间距比较长 它是5 所以说我们在绘制 这个不同宽度的扩折线的时候 是吧 再是这个参数里边的规律 它呢是 这个叫做线宽 然后的话间距 接下来又是线宽 又是间距 以此类推 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好 咱们在随堂笔记当中 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注释啊 三个 那就是我们绘制的时候 它的样式 和它的风格 风格和样式呢 咱们可以设定 颜色 我们可以设定这个 线的样式 咱们可以设置透明度 咱们可以设置 自定义 那这叫自定义 这个扩折线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想想看啊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点形啊 叫marker 点形有很多啊 tlt 点 咱们调用plot x放进去 mp.3x 放进去 给它一个marker吧 marker 咱们这个marker 你看我给个1 现在你能够 现在你能够看到 这是不是一脚朝下的三脚架呀 图形稍微有点小的 咱把它调大一下啊 plt.figure f-i-g-u-r-e 给它一个figure size 咱们给一个12和9 这个时候大家看 这个marker是不是就显示了呀 图形变大了 但是marker的大小没变 那调整一下marker的尺寸 m-r-k-r 叫marker size 我们给它调整成20 这个时候大家看marker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到了吧 marker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marker啊 123 这都有声明 现在我们给个4啊 你看4代表什么呀 一脚朝右 你看我直点一下 这个和刚才是不是就稍微有点不一样呀 看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个marker呢 我们这条线当中 有很多是吧 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这个里边有多少个啊 这个里边有50个 为什么是50个呢 因为我x的这个数据 看x.shape 你看它是多少个 就是说 绘制的时候 x和咱们的y它是多少个 那么咱们的marker就显示多少个 它是这么一个规律样 复制一下上面的代码 marker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s 这个s就代表什么呀 六边形 看到了吧 现在你看咱们的marker就站得比较拥挤了 那我们我将marker变得少一些 给它重新生成一个x x就等于np点 lance base 咱们依然呢 让它从0到2倍的np点 但是我不让它分成50份的 我让它分成20份 直前该代码 现在你会发现 是不是就少一些了呀 看了 这个就少一些了啊 s呢 是一个 咱们说s是一个正方形 我们给一个h啊 h的话 大家看它是不是就是六边形呀 本魂 是吧 高中学画学 是吧 学的这个本魂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它有这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 复制一下这个代码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星号 那咱们给一个星号 这个呢就是五角星 那加号咱们就不演示了 水平线 数值线是吧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现在你看 我如果要给一个 小写的d 那么它就是一个菱形 你看小写的d 它是一个小菱形 大写的d是菱形 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这是菱形 小写的d 更歪一些 是吧 看到了吧 小菱形 现在咱们看一下水平线 数值线 这个也是可以挥制的 那水平线 数值线 咱们在这就来一个树杠吧 执行一下 大家看 数值线就出来了 水平线 咱们来一个 这个不是简号啊 是下滑线 执行一下 水平的这个线就出来了 其他的咱们就不做 咱们就不做这个演示的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marker 样式特别多是不是啊 叫做marker 担心记不住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 来光标放到这个里边 放到方法当中 shape the tab 点开这个加号 下边呢 都有明确的说明啊 这个东西啊 只有我们用了 然后咱们才不回报 你看你像颜色这儿 是不是都在这儿呢 看到了吧 颜色都在这儿呢 你再往下看marker有哪些呢 你看下边是不是也说了呀 哎 这个123s型号 h加号 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啊 哎 所以说你忘不掉的啊 进入方法 是一个的tab就可以了 好 咱们接下来 继续往下看啊 那咱们接下来的话 这个我们就绘制一条线嘛 这个叫多参数的一个使用啊 那我们将刚才所用到的 所有的这个东西呢 都给它画一条线 这个颜色 线形等等 都给它绘制一下 那咱们就 tlt.plot一下 我们把x放进去 np.sinx放进去 然后给它一个颜色 c呢就等于red 然后咱们接下来再给它一个marker mrker 我们让marker呢 等于五角形 marker稍微有点小 咱们给它一个markersize 咱们给一个20 之前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图形就出来了 是吧 图形出来之后呢 我们让marker的颜色改变一下 不让它是红色了 mrker 叫marker 这个对于marker颜色的调整呢 shift tab 点开加号 看一下它怎么对marker进行调整颜色啊 大家看在这儿呢 这叫做marker edge color marker wise marker face color 是吧 是通过这个来调整的 好 那咱们 大家看调整它的颜色叫face color 那咱们就 f a c 我们给它一个绿色执行 大家看它是不是就变绿了呀 边缘上依然是红色的啊 你看边缘上是红色的 但是里边是绿色的 它 那调整一下它边缘的颜色吧 叫做marker mrker 叫做marker edge edge c o l o r 咱们将这个edge color是吧 我们给它调成blue啊 执行一下 你能够看到这个星星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蓝色的星星了 所以都是通过这个来调整啊 好 那么